Hello, 柯sir, 你好 你好 我知道我們今天將會是教止音consonant 究竟止音和vowl沒有音 即我們以前教過的vowl有否分別呢 在我未解釋之前 我首先問一問你一個音如何產生出來 嗯... 應該由鼻子和口 正確, 大語說得比較詳細 一個音最主要是肺部產生股氣體 然後經過我們的咽喉 大部分的音是經過口出 而只有三個音在鼻腔出來 只有三個音由鼻腔出來? 這麼少的?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鼻腔結構比較簡單 相似只有三個音 而鼻毛不足以影響音的變化 嗯...我明白了 即是說我們口腔的設計和構造 比較複雜一些 例如有舌頭、牙齒和口唇 所以就可以發出不同的音 果然是聖字派 我們一起看看母音和字音的分別 首先我們看看以後一幅圖 母音就是指當一個音發出的時候 是不會受到口腔任何一個結構的阻礙 例如我們讀E或者R的時候 當大家讀E和R的時候 就會覺得是沒有東西阻礙它 而相反 當我們讀止音的時候 就有一定程度的阻礙 例如我們讀這個好像B的B 音會受到口唇的阻礙 而讀TH是會受到牙齒的阻礙的 不如你讀一讀E和F給我聽 E就是沒有阻礙 F就是唇音 而F就是由牙齒發出來 那你都大概知道了一點點關於字音的東西 不過字音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它分為Voiced和Voiceless Voiced和Voiceless 那是不是有音和沒有音 那你搞錯了 我所知的Voiced就是指震音 Voiceless是指不震音 唱歌就是有震音 說話怎麼震音 OK 分別就是說 當一個氣體從肺部發出來的時候 經過煙喉的聲帶有沒有受到阻力 不如我們看看以下這幅圖 你就會明白了 深色的部分就是聲帶 而淺色的部分就是空間 當聲帶大力張開的時候 中間的空間就會變大 當氣流穿過的時候 就不會受到震盪 所以就叫做Voiceless 不震音 相反的就是當兩條聲帶緊貼 中間的空間就變小 但是氣流經過的時候 就受到阻礙 聲帶就會產生震音 即是Voiced震音 那我都開始有少少明白了 那是怎麼分Voiced和Voiceless呢 那跟你做個實驗 學英文也有實驗做的 那用什麼來溝通什麼 不用用道具的 用手就可以了 用手嗎 是啊 那你試一下把你的手放在喉嚨那裡 然後發出兩個音 Z和S Z 對呀 發出Z的時候 就發覺喉嚨有震的 那Z就沒有了 那你再試一下用手掩著耳朵 一樣這樣做 嗯 Z Z 真的呀 所以我們可以用以上的兩音法 去分為震音和不震音了 嗯 那不如再給多些例子 不要太心急 因為為什麼呢 字音還可以根據發音的位置去分類 看一下這幅圖你就會知道了 發音的位置主要分為 口唇 牙齒 齒槽 眼惡 軟惡 還有鼻腔 好似這麼複雜的 等我教一下你 是怎樣感覺剛才所教你的部分 其實觀眾都可以跟著我們做的 Judy 首先你把你的荔枝頂著門牙 然後在圓著門牙就向上掃了 那你就會發覺到牙與牙肉之間有一條齒槽 經過一條齒槽之後 就會去到硬惡 然後再慢慢掃下去 就是一層叫做軟惡的東西了 哦 又是呀 可Sir 原來我們的口腔有這麼多不同的部分 都可以影響發音的 好了 你已經明白了口腔裡面各部分的結構 那我們就開始教字音了 不過首先教你們三組是不同的字音 是否三組由不同地方發出來的字音呢 對 第一組我們要教的就叫做雙唇音 P音讀P不震音 B音讀P震音 原來是這樣 但是什麼叫做雙唇音呢 P和P大家都叫雙唇音 是因為他們發音之前都要把雙唇合住的 不如你試試看 不合起來 又真的讀不到 其實這兩個字的讀法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一個是不震音 一個是震音 P不震音 P震音 Judy不如你試試用我剛才教你的方法去試一次 好 P P 真的 P呢 就是不震音 而P就是震音 沒錯 不如看看以下的例子先 Pit Beat Pack Back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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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震音 Brain Pick Pick Pin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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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震音,voiced 这一组的例子有以下几个 cap,gap,cave,gave,co,go 可sir,我们明明讲这个k和g 为什么左边那个变成c 原因就是英文字母c的读音可以读k音 我们就学了三组由不同地方发声的止音 不如现在温乘一下 好 伤唇音,似吵音,软恶音,不振音的有 p,t,g,震音有 b,d,g,g 可sir,最近有一位观众阿May来信 当一些动词加了ed,就是比过去识的时候 例如是好像ted和ded 这两个就很容易分,就会读ted和ded 但如果是其他一些字,加了ed之后又不知怎样读好 其实这些都跟我们刚才所学过叫做震音和不震音是很有关系的 他有没有给你一些例子呢? 有啊,好像以下这些字那样,每次读都好像不同,没有什么准则感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 因为今天的时间问题,先讲着一点点 下次我们会详细分析的 简单来说,凡称一个字尾,如果是不震音,我们加ed之后会读t 相反来说,如果是震音,我们会读t 其实即是等于耻吵音的t和d 不过为了大家清楚起见,我们会将这些例子的尾音是夸张一点的 根据有mae的例子,左手边是p和k,是不震音 所以我会读做slipped, looked 而右手边就是d和g,是震音 所以我们会读做ropped, begged See you next week